即便是平日 依舊有不少民眾來到台中旅展 想要撿便宜 國動最後一天 業者卯足全力招攬客戶 但旅遊行程餐券百百種 就怕有人受騙上當 小保官再度帶隊到攤位稽查 發現仍有業者廣告標示不清 要求立刻改善 最好有平保協會認證的飯店 或者是店家 去查證一下 網路上有沒有這一家的 一個實質的店面的所在 其實在旅展開炮的前一天 小保官就發現有兩家業者違規 分別是新國旅行社 販售沒有出發日期的 國外旅遊行程 還有美食展中的 台中蛋紫麵餐廳 餐券沒有標示旅約保證 當場被小保官要求下架禁售 我們是在旅約保證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個展場 不能賣餐券 所以第一天當場就沒有賣了 業者規避旅約保證 如果無預警倒閉 票券將會成為一張張廢紙 消費者購買錢 得要小心再小心 這個時候消費者 怎麼把錢拿回來 平保協會是要求說 要有旅約 要有契約的文書 確定出郵日 日期必須要確定的 如果沒有確定 就沒有辦法去拿回這份錢 疫情趨緩 民眾沒辦法出國 只能在國內報復性旅遊 業者為了稀客 也打出破盤價 消保官也提醒消費者 在購買禮券或餐券時 也可以到各銀行網站 查詢旅約記載真實性 確保資深權益 以免花錢卻成了 原打頭 記者林某帳李雲傑 SNG小組 台中報導